大家早晨 我是陳兆偉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氣報告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都是介乎19至21度 又不算很冷 其實現在元朗地區 都是吹著偏東風 整個廣東元朗地區 都是受偏東氣流影響 我們看看今天慢慢開始 會轉吹東南風 在風場預報也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開始元朗地區慢慢由東風 轉吹東南風 東南風從海上吹過來 所以從一些比較暖的地方吹來 我們預計今天慢慢 天氣都會比較暖 我們在大範圍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看到元朗地區 雲量也不算非常多 所以預計日間也會見到陽光 我們再看看在維港看出去 看到現在也有些低雲 再看看我們高空的一些探測資料 看到我們其實低層 在地面以至到大約2000米 都是吹著冬至冬南風 所以多些水氣 所以有些低雲 不過預計日間當有陽光的時候 慢慢低雲都會逐漸消散 見多些陽光 我們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的宅雨 日間天氣溫暖 最高氣溫會上升至25度 留意今晚吹著東南風 所以預計今晚會有些霧 而是吹和喚至清淨的偏東風 而會慢慢轉出和喚的東南風 我們再看看明天天天氣又如何 看到天氣的預測圖 香港這個位置 藍色和綠色是一些比較涼的空氣 我們看到這些比較涼的空氣 會慢慢南下 一度冷風 預計明天會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將一些比較涼的空氣帶來我們 所以預計明天天會有變化 我們預計明天會在冷風過境時 亦會轉吹偏北風 亦會有些雨 亦會比較涼 所以見到星期一 氣溫慢慢下降 星期一早上天氣比較涼 而到了下週中 開始天氣比較不穩定 見到開始多些雨 大家要留意 下週中期亦有另一個天氣的變化 現在踏入三月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始有時會有些春暮 見到有些朋友 在山上拍到一些很美的雲海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節的天氣先說到這裏 再見